我們現在來到北投的橘子園 可以看到這些果實 大約都需要一年的成長時間 而目前已經相當的驚慌飽滿 也就是說在過不久 即將就可以採收 採收前就怕含害來襲 果農事先套上保護袋 防止病蟲入侵和低溫凍傷 因為只要雨下個不停 心血就要泡湯 一直下雨的話 它會比較有病害 它病害比較容易落過 時間非常長的話 它甜度會降一些點 柑橘類含有豐富維生素C 也有多種抗氧化物質 像是多酚類和類黃酮 提升免疫力 不過營養師也提醒 特定患者要節制使用 白蘿蔔裡面有個東西 叫做瘤青酸 這個東西的話 其實像是橘子 這種柑橘類的東西 它其實會加成 就是這個的發揮的功效 甲狀腺的一些疾病的病患 可能就要小心一點 成人一天 先別超過兩顆柑橘類水果 也不建議用果汁來代替 以免攝取過多糖分 抵消營養價值 白新聞蔡玲 葉宜玲 台北報導 請問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